昨日埋的尸骨 竟然又被刁民们挖出来了 摇起圣千届进海闹的天怒人院 连自家祖坟也被人给刨了 得知消息后 他赶紧来到埋谷地 看着七零八落的海骨 内心充满了对先祖的愧疚 伤痛欲绝地拿起一块遗骸 算了 你埋了 把火盆拿来 这 艰难地做出了火化的决定 可是这种行为在当地尤为不耻 一帮手下们纷纷表示 一定要惩治真凶 就这样 在他们的追捕下 终于拿出了一些刨坟的凶手 姚总督 罪犯已拿货 将他们就地斩首 为大人献走身葬 都是 普通百姓吧 什么百姓 全是刁民 但是 感同身受的摇起圣虽有恨意 却不想把他们怎么样 明明是自己强令他们远离祖地 逼着他们搬迁 如今自己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当即决定全部放了 手下们不理解 在他们眼中这都是刁民 刀人祖坟如同杀人父母 恳请总督大人言诚 放眼 否则 军法从事 扯 把绳子通通点开 让他们滚 让他们滚 摇起圣不想迁怒于这些平民 在他眼中 这都是被逼无奈 就这样 带着火化之后的海骨来到了海边 一把把地扔出 随风飘散落入大海 一边洒着 一边告位着 老祖请你们安歇吧 这辽阔的大海比陆地住着更舒服 想去哪就去呢 等到骨灰散尽 漠然回首 这才发现一群披麻带笑的村民 就这样紧紧地跪着 仿佛在祈求先祖的原谅 这一场景让摇起圣心中大震 他们不是没有良心 只是被逼无奈 作为始作俑者的他也深感愧疚 想到此处他双膝一软 也跪了下去 起圣 今年六十四岁了 人称老教花子 今天 老教花子 求你们啊 为你们的长治久安 千借近海吧 皇上说了 三年不纳粮 三年后 这儿的土地还是你们的 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呢 且借吧 话讲开了 政策也给得这么优厚 新帝淳朴的村民 在摇起圣真诚的歉一声中 终于绝对遵从朝廷的决定 一个个默默地离开 临走之前呢 在房门挂上 给台湾亲人的熟悉 跟他们说 皇上 昨晚要踏平海峡 别给那个政经 当那个殉葬品了 尽管心中有百般不舍 尽管对面还有亲人未归 最后他们毅然决定离开 一个个百姓在官兵的带领下 依依不舍地留下各自的信物 向他们的亲人告知自己的平安 就是这一个个鲜活的平民百姓 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沿海人民离开了海 台湾逐渐缺乏物资的时候 根本无法获得沿海地区的补给 大陆沿海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 也使得台湾方面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打击 为后来的狮狼收复台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